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课 就是Lesson 10 Silicon Valley 硅谷 这是在新版本的教材中新加入的课文 充满了时代气息 我们先打开书五十九页 来看一下这颗书的声词和短语部分 五十九页 好 动作快些 Read after me 跟我念 Silicon Silicon Integrated Integrated Circuit Circuit California California Workstation Workstation Chip Chip Newsletter Newsletter Macint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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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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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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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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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ive Thrive anarchy Oriental Constitute Jove Innovator Forge Memory Chip Memory Chip AT&T AT&T Kansas Kansas Missouri Missouri 好 这是我们第十课的生词和导音 那么其中一些重点词汇 咱们依照惯例先仔细看一看 先看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 Integrated 这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由动词过去分词变成的形容词 它表示各部分完美组合在一块的 综合性的 我们在大声读那边 Integrated Integrated 咱们看看详细的英文解释 Integrated means with various parts with various parts fitting well together 各个不同的部分完美的组装到了一块组合到一起的 所以综合性的完美的组装在一块的叫Integrated 咱们看一下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An integrated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一个综合性的公共交通系统就各个部分完美组合到一块 您长途 我们有长途巴士 有火车 短途内部呢 我们有什么地铁 有公交车 你还有出租车 等等等等 各个部分完美结合到一块 构成一个整体 还有呢 本文中用于固定搭配 Integrated Circuit 叫集成电路 Circuit 这个词本身表示电路的意思 就各个电路放在一块 构成一个小的模块 有个独立的功能 综合到一块 完美的组合在一起的 叫做综合性的组合在一起的 Integrated 就好记了 我们看到这个词其实是个过去分词 它明显来自于动词 把A和B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动词比较重要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tegrate Integrate 这个词在国内的考研里边 就常常出现 就把A和B完美结合在一块 比如说 Integrated Theory with Practice 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可以用它 对吧 我们再看当年一到六级的考试真题 一到六级真题 这是个选择题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题出的有一定难度 One of the attractive features of the course was the way the practical work had been什么 with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subject 他说 这门课程 这个吸引人的这个特征之一 这个feature可不是特征特点了 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the practical work 就是实践的工作 与什么呢 与这个科目 它的理论方面的知识 什么了 实践的工作和理论方面的东西 是结合到一块了吧 后面还有个 这次with 那应该选哪个呢 还只能选A了 比integrated with 与什么什么完美结合到一块了 这是个课程 有理论知识 还有动手的这个机会 完美结合到一块了 这个embedded 来自动词embed 是镶嵌进去 嵌入的意思 这个不同顺 embrace可以表示拥抱 或者包含 这个不同顺 这个thinficize 表示用化学方式 合成到一块 这更不对了 所以选A是正确的 把A和B结合到一块 B integrated 后面加接触with 好 这是这个形容词 和它的动词形式 都是重点词汇 放在一块 咱们的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惩罚或处罚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Penalize Penalize 注意不要读Penalize 前面发E 再来一遍 Penalize 惩罚或处罚 这个词比较正式 咱们看看 它的英文解释 它一般也是指正式的处罚 它说 to officially punish someone usually implies a mandatory penalty or the forfeature of a privilege for breaking a rule or law 这一般是表示 正式的处罚某人 而不是像什么 老师罚 抄写一百次 妈妈罚站五分钟 这个都不仅叫Penalize 是正式的处罚某人 通常暗示呢 要么是罚款 一个金钱货币上的惩罚 或者是呢 某种权力的丧失 这forfeature 就是丧失掉的意思 这个privilege 可以表示某个权力特权了 就取消某个权力 为什么 因为它破坏了一个规章制度 或者违反了法律 而处分某人 我们看一些搭配 这是急无动损 是急无动损 你看这种用了被动 people who drive when they're drank should be heavily penalized 那么那些酒后驾驶人 应该受到重罚 这个处分不是说上就完了 这正式的可能罚款 是吊销驾照了 你看金钱上 或者取消某个权力了 你以后就不能开车了 重罚叫be heavily penalized 这用了被动 如果因为某事 而处分某人 后面可以 后面加起词for 就好了 Penaliz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同样看例子 a referee may penalize players for wasting time refery就是裁判了 裁判可能因为浪费时间 而处分运动员 在球场上 突然时间可能会触发他 这是正式的 黄牌警告 甚至红牌发下 他的名词形式 就是我们说 处罚 惩罚 我们大声度下 Penalty Penalty 他继承了动词的意思 一般也是表示 比较正式的处分 那么我们常见 大词 Death penalty 叫死刑 咱们说死刑也能用 Capital punishment 也行 Punishment 也是惩罚 处罚 但是Punishment 这个词呢 用法就比较宽广了 它不但可以 表示正式的处分 也可以表示爸爸妈妈 罚孩子罚站一会儿 这个也行 所以Punishment 没有什么场合限制 但Penalty 一般都是指 这个重视的一种处罚 这是它的名词 Penalty 但动词翻译是 Penalize 这不要搞错 好 跟它类似的 还有罚款 咱们动词用Find 这个搭配 它搭配是Find somebody 可以加某些钱 如果不说法多少钱 那这钱去掉也行 然后后面还是加Fore 因为某事而罚款 我们看这搭配 He was fined 用了被动 这个宾语当主语了 He was fined 300 dollars for reckless driving 他因为鲁莽驾车 被罚款300美金 Reckless driving 就是鲁莽驾 Reckless 就是不计后果的 莽撞的 这是罚款 还有呢 我们说判刑 用sentence 这是极物动词 一般搭配是 Be sentenced to 被判处 什么什么图形 这个具体的刑法 放在切词to 后面好了 比如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n prison 他被判处 10年 有期图形 He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他被判处 终生监禁 这是固定搭配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这个人被判处 死刑 这是判刑 可以用它 Be sentenced 加切词to 那么好 是这么一个 还有一个跟它 类似的词汇呢 就是我们这个 某个组织啊 惩罚自己内部的员工 这一般并不是警察 处分某人了 也不是裁判了 是公司 处罚内部员工 用这个词 我们大声来一遍 discipline discipline 这个做名词 可以表示纪律 或者某个学科 做动词呢 往往是处罚内部员工 它一般也是跟for 来搭配 非常好记 看个简单例子 the worker was disciplined for insubordination insubordination 叫做不服从领导 这个工人 因为不服从领导 受到了处分 这可能公司内部 扣奖金呢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就罚工分啊 等等的 有这么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 不服从领导 这个词 insubordination insubordination 它来自下级下属 subordinate 这样一个名词 好了 这是处分 处罚相关词汇 我们就看到这儿 这个词就修到这里 好 下一个生词 咱们来看一看 为用户定做 或者使个人化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ustomize customize 它就来自customer 不是顾客的意思吗 按照顾客的需求定做 或者使个人化 个性化 为你量身打造 这是个急无动词 所以经常可以用被动 你看用过去分词 当熊词来用 customer customized car 这是为用户定制的 一款汽车 按照你的需求 颜色 款式 为你定做 个性化的这个车 当急无动词也行 我们看 当动词来用 you can use the control panel to customize windows 你可以使用这个 control panel 就windows里边 那个控制面板 这操作系统 然后呢 把windows这个软件 个性化 个人化 就是你的颜色呀 字体大小啊 你可以自己手动调节 叫customize 使个人化 就是按照自己需求 来定做 就这么一个 这个词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它就来自于用户 大家都知道叫customer 顾客客户 后面再加个ize 这个词根 只不过在英联邦国家呢 一般可用ize来代替 在美国一般用ize 在英国呢 用ize更多一些 那么呢 这个 这是表示使什么什么化 不就好了吗 咱们多看几个动词 civilize 叫它使文明使开化 使文明使开化 我们读一下 civilize 名词就文明 civilization 那么使一般化 就是归纳总结了 由一个个案 归纳出一个定律 是不是使一般化 general是一般的 后面叫ize 就归纳总结 就是使一般化吗 我们再读一下 generalize generalize 就是使一般化 归纳总结 还有一个叫使本土化 就是本地的 local加ize 再来面 localize localize 就好了 那还有这个呢 使粉末化 把它变成粉 末成粉 它来自power power就是粉末 powder的一个变形嘛 the powder milk powder 不是奶粉吗 我们再读一下 使粉末化 把它末成粉 pulverize pulverize 你叫pulverize coffee beans 研磨咖啡豆 把它变成粉末 这个使什么什么化 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好 这个单词 我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鱼或青蛙产卵 但本文中 用在重要的派生意 引起引发导致 产卵生孩子 不就产生这个东西了吗 我们大声读一下 spawn spawn 好 本音也是鱼或青蛙在产卵 但我们本书中和生活中 重点要讲的是 它的派生意 引起或者是引发 那鱼和青蛙产卵 不可能生一个 一生 生一大堆 所以spawn 表示引起引发的时候 它的冰语 一般也是很多很多东西 你看到英文解释 就是to make a series of things happen will start to exist 使一系列的东西 一连串的东西发生 或者开始存在 就是产生导致 一大堆 催生出一大堆东西 但一般 它是用附属名词作品的 好多好多事物 就跟鱼产卵一样 看一个简单例子 新的技术 催生出了新的商机 就是做买卖的机会 用附属名词了 是产生 引发 导致 可以用它 但本来是产卵生孩子 可以用它 好多好多词 跟它有类似的用法 你想总结一下breed breed作为动词 可以表示动植物的繁殖 对吧 也是生孩子的动物 或植物繁殖 派生意 也可以引发或导致 你比如说 unemployment braised social unrest unemployment 就是失业了 失业 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社会的动荡 social unrest 是社会的动荡 这是引发导致 跟动植物生孩子一样 那么give birth to 也是表示生吗 是动物产卵 产子吧 动物产子 人生孩子 the Mary gave birth to twins 马力生的双胞胎 可以用它 拍生意呢 也是使导致 产生 使催生出来 但一样不生孩子嘛 Marxist ideas gave birth to communism 马克思的思想 导致了或产生了共产主义 就像马克思的大脑 酝酿出 最后生下一个孩子一样 gave birth to 只不过这些呢 它宾语不见得是负数了 organic spawn呢 因为鱼青蛙产卵的产很多 所以一般宾语是负数 一系列的事 这几个呢 就未必是负数名词了 好 跟它类似的还有 你像有个动植物的另外一个 也指动植物的繁殖 就propagate 也能指动植物的繁殖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propagate propagate 也能指动植物在繁殖 它的拍生意呢 是思想或者抽象那些观念等等 在人群中传播 传播思想啊 或者信仰啊 或某种观念等等等等 这个在传播叫propagate 看个例子 such lies are propagated in the media 这些谎言是借助媒体 在媒体中来传播的 就思想啊 观念啊 想法啊 甚至谣言呢 他们的传播 用动植物的繁殖 也是使产生 跟它类似 可以放到一块来起 好 这是我们看到 spawn这个有趣的词 以及它的拍生意 和相关词汇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植物茁壮成长 拍生意是兴旺繁荣 咱们重点还是用的拍生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T-shirt 图说到 thrive thrive 那植物茁壮成长 这个先看本意吧 this type of plant thrives in tropics 这个类型的植物 在热带能够茁壮的生长 生长的茂盛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就死了 植物茁壮成长 拍生意就是繁荣兴旺 因为中文中这个繁荣 在古文中也是枝繁叶茂的意思 拍生意指经济方面兴旺 它表示这个拍生意 跟prosper这个动词是一样的 我们大声分别读一下 thrive 繁荣兴旺 再读同一词 prosper prosper 这两个都可以当动词来用 他们的形式形式 也分别表示繁荣的 比如说 a thriving industry 一个繁荣的产业 或者说 a prosperous industry 一个繁荣的产业 都行 这是他们两个动词的形式形式 分别读一下 thriving prosper 这个prosper 我们在新概念三测的第三课 无名女神 咱们见过 兴旺繁荣 对吧 可以用它 那么当然做动词也没问题 a business cannot thrive or cannot prosper without investment 一个公司没有投资 就不能兴旺 这个business在这不是生意买卖了 也不是商业 而是公司 因为本生意 买卖 商业 还有本事情 它一般是不可数的 表示公司是可数的 这个business 一个公司没有投资 就不能兴旺 thrive prosper 当动词来用 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无政府状态 派生意表示混乱状态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anarchy anarchy 本意表示无政府状态 就是没有人管了 派生意表示混乱状态 咱们重点看的是这个派生意 叫混乱状态 比如说 in the absence of their teacher the class was in a state of anarchy 老师不在的时候 班里处在一片混乱的状态 这个state本来就指状态 混乱 没人管了 无政府状态 这个词有一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arch 有的时候有这个y 有的时候没有这个y 有没有y都行 它本身就表示 rule统治的意思 那本文中前面再加个字母a 这个字母a或者字母an 都会表示无没有的意思 刚好没有人统治 就无政府状态 没人管了 派生意就混乱 很好记得 对吧 你像monarch monarchy都是来自于这个字根 前面m o win 可以表一个就一个 我们这星期叫monday 对吧 m o win monotonous 就是单调的 是唯一的吗 单调的吗 m o win表示一个 一个人统治 这个词叫君主或者国王 我们大声都叫monarch monarch 君主或国王 只是人是科中名词 后面那词叫君主治 大声来没 monarchy monarchy 君主治 你像britain is a monarchy 英国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 君主治或君主政体的国家都行 还有咱们以前见过的patriarchy matriarchy都行 这叫父权制或者父亲社会 后面这是母权制或母亲社会 前面那个patr这个字头一般是跟爸爸相关 matr一般是跟妈妈相关 爸爸统治 妈妈统治 这就好记了 先读第一个父权制或父亲社会 patriarchy patriarchy 再读一下母权制母亲社会 matriarchy 这是有字根的 后面都有这个统治 这个ark或archy这个字根 好 这个无政府状态 派生意叫混乱 把这个词相关的词和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东方的 或者做名词东方人 李老师对这个词很亲切 李老师来自New Oriental School 新东方学校 来 我们好好读一读这个词吧 Oriental Oriental 我们知道当形容词叫东方的 New Oriental School 就是新东方学校 做名词呢 就是东方人 尤其指的东亚人 但注意这个词啊 当名词来用呢 它略有一些贬义词的味道 它有些瞧不起东亚人的含义 所以Oriental这个词 不到万不得已 咱们不轻易使用 它有一点歧视的味道在里面 但记住 这个词表示东方的 是没有任何歧视的味道的 所以新东方学校的名字 没任何问题 东方人用这个词 指东亚人略有不尊敬的意味 最好把它换一换 还怎么换 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个词来自于东方国家 这个词 后面的A L去掉之后 就是东方国家 这是O可以大写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The Orient The Orient 叫做泛指的东方 或者东方国家 可以这么记 这个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这个字母O 像个大太阳一样 后面的RI 就是Rise 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东方 东方国家 或者东方 叫The Orient 那么同样的 西方的或者西方人 是这么一个词 大声我们读一下 Occidental Occidental 这跟Oriental 可以同时记 做形容词 叫西方的 做名词 就是西方人 西方国家这种人 欧洲 美国 这个词没有任何贬义味道的 同样的西方国家 泛指 同样的欧有大写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Occident The Occident 它的资根里面含义 叫太阳落下之处 叫西方国家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我们这些词 一般咱们别乱使用 咱们一般做一些替换 因为很多词 有一些不尊敬的味道 咱们举些例子 你像这个Negro 就是黑人 但一般翻成黑鬼了 这个非常不尊敬 还有像Black 尽管Black这个词 理论来说 没有什么贬义的味道 但毕竟指明肤硕 是不尊敬的 尤其在美国 咱们一般能用什么词代替呢 比如说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的美国人 这个比较尊重 或者呢有个比较 稍微老一点的说法 叫Afro-American 这个也见过 但现在更流行的 更现代的称谓 叫African American 你看这个奥巴马当选的 那时候 报纸上报道就是 For the first time African American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用的是African American 比较尊敬一些 还有呢像 Eskimo 叫艾斯基摩人 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味道 但是单独使用的时候 总是让人感觉觉得 好像是比较落后的 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很愚昧的 所以尊敬的称谓 一般叫Inuit 叫Inuit特人 这比较尊敬一些 我们读一下 Inuit Inuit 再看一下 Eskimo人 Eskimo Eskimo 但我们用黄颜色的 这表达比较尊敬一些 再比如说Oriental 这个词 东亚人 对东亚人的称谓用 这词不是特别尊敬 最好换的Asian 亚洲人好一些 或者知道国籍 直接称国籍好了 中国人就Chinese 韩国人就Korean 或者日本人就Japanese 直接称国籍 这比较尊敬一些 如果入了美国籍 就更好办了 你看亚裔美国人 叫Ariana American 华裔美国人 Chinese American 韩裔美国人 Korean American 日裔美国人 Japanese American 这就像刚才那 African American一样 这是比较尊敬的一个称谓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Oriental 相关的一些词汇 以及在说 在称谓上的一些 注意的一些禁忌 好 这个单词 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组成 构成 形成 大声读一遍 Constitute Constitute 组成 构成 或者形成 比如说 12 months constitute a year 12个月 组成 构成了这么一年 这是组成 构成的本意 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用它 来做重要的派生意 叫做构成了威胁 构成了隐患 表示这个意思 它用的更多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吧 顺便搭配记录 The rising crime Constitute 有时候可以换成 Poses a threat 或者是 A menace to society 犯罪的上升 对社会构成了威胁 构成了威胁 咱们黄颜色 是动词原型 这白颜色的s呢 是第三个单诸 加了个s 可以用动词 Constitute 也跟动词再度下 Pose Pose 也是构成 威胁可以用 这两个名字 任选其大声那边 Threat Menace 借词都加to Constitute 或者Pose A threat 或者是A menace to 对于什么什么 构成了威胁 这个构成形成 其实更重要 还有它的名词形成 顺便记住 Constitution 还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 叫国家的宪法 Constitutional 叫宪法的 立宪的 基于宪法的 我们先读下第一个词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再读宪法的 立宪的 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 基于宪法的 你看 Constitutional 君主立宪制 基于宪法基础上的 君主制 君主国王的皇帝 受到制约了 就我们说的 君主立宪制 刚刚讲过 Monarchy 叫君主制 好 这个词 重点的搭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一群牲畜 一群牲口 派生意 指移动中的人群 就是像马牛羊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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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前进的 一群人人头攒动 在走 用它也行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Jove Jove 它的本身呢 还表示一群牲畜 尤其咱们在第二课 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是从一个牲口棚 往一个地方在赶的 这个行动中的 这个牲口 用Jove更常见 从这个大牧场 到另外一个牧场 在前进之中的 用它更合适 你像 A Jove of Horses A Jove of Cattle 一群马 一群牛等等 我们说过 Cattle 这个词本身就是负数 它不能用单数 更不能加S了 一群马 一群牛等等 但派生意的 可以表示 大群的人 尤其是移动中的人群 你像我们有个搭配 叫In Jove 大群大群地 做某事 这个一般 就是指人就好了 对吧 咱们同样看一个简单例子 Tourists Come in Jove To see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Imperial Palace 就故宫嘛 Imperial就是帝王的帝国的 帝王的宫殿 叫故宫 游客大群大群的 来参观故宫 这一开门 哇啰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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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百万人 涌进来了 一群一群的 跟打狼一样 In Jove 大群大群的做某事 本文中 也是用在这个搭配 所以记住 Jove的本意 跟派生意 掌握住就好了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革新者 创新者 这个词大声 先读一遍 Innovator Innovator 革新者 或者创新者 当然我们先看动词 就是革新 创新 改良 大声先读一下 Innovate Innovate 叫革新 或者创新 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这个动词是不及物的 在某方面创新 后面借词常常加In Innovate In Techniques 在技术方面 革新 或者创新 这是它的动词形式 名词形式 直接变成T 换成T I 名词自根 就好了 大声那边 Innovation Innovation 直接当名词 叫革新 或者创新 就行了 这个词 为什么看一看呢 它又出现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N O B 这三个字母 放在一块 代表是New 表示新的意思 你看 NV表示新 AP是动词自根 加上In是进来 In是进来 把新的东西引进来了 这不革新创新吗 特别好记 咱们看几个常见呢 你看Novel这个词 做名词是小说 但做形容词 是新颖的 跟新相关吧 我们大声词叫Novel Novel 注意英国人都是Novel 美音中这个发音变化古怪 一个O变成A Novel 两个发音都可以 A Novel Idea Wow That's a Novel Idea 这是个新颖的想法 对吧 Novelty 是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新鲜事物 就是New Things 新鲜的东西没见过 对吧 再读一下 Novelty Novelty The car was a novelty In 1900 在1900年的时候 汽车可是个新鲜东西 当时没人见过 不像现在 汽车满马路跑了 对吧 再比如说 这个Novice 是咱们新鲜的三册 第46个见过的 新手或者初学者 相对Learner 或者Beginner 对吧 我们读一下 Novice Novice 这是新手或者初学者 还是跟心相关 对吧 还有一个词叫Renovate 是什么意思呢 叫这个整修或者翻新 Nov是表示新 Re咱们说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可以表示back 回去 第二个意思可以表示again 再来一遍 这是原来是新的 后来就了 现在再让它新一遍 这整修或翻新 这是它的名词 像是T1加名词字根就好了 分别读一下动词和名词 Renovate Renovation 跟那个Innovate Innovation 可以同时记吧 就把进来 I in 换成再一遍 换再一次R 就好了 还有固定搭配 The Imperial Palace Is Under Renovation 这个故宫今天不开门 为什么 正在整修翻新之中 可能迎接咱们国庆节 整个重新要翻新一遍 Be Under Under Renovation 就好了 这是整修翻新 这几个跟新相关的 这个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字看到这里 好 下面本课书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Forge 意思特别多 咱们把它意思穿到一块记住 那大声那边 Forge Forge 但英国人澳洲人都用Forge 他没有这个卷式音就好了 本意是打铁或锻造 打铁呀 锻造一柄件 本文中是重要派生意 建立某种关系或联系 但还有一个意思 伪造 都可以用它 咱分别看一些例子把它记住 比如首先 打铁或锻造 Forge a sword 锻造一柄件 对吧 当然这个 键注意不要读sword 注意w is silent 是不会做发音 w是不发音的 英国人都用sword 美国人都是sword 不要读sword 叫Forge a sword 就是锻造一柄件 但是重要派生意呢 是建立某种关系 联系 特别是与另外一个组织 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经常用的搭配是 Forge a relationship with Forge and aligns with forge a link with 建立某种关系 建立某种联盟 alliance 联盟或同盟 建立某种关联 都可以用它 这后面介绍呢 一般是古贵斯大菲 看一个例子 The United States Forge and aligns with France in 1776 在1776年 美国与法国 结成了联盟 结成了同盟 就Forge 后面加这样的名词 再跟with搭配 固定搭配 只是建立某种关系 或关联 第三个意思呢 就是伪造 A forged passport 就是一个伪造的护照 咱们在上一课书中 第九课建过护照 这个是passport 对吧 那同样它的名词形式 厌品 伪造的东西 直接用名词forgery 就好了 我们说 The painting is a forgery 这幅画是厌品 是伪造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forgery forgery 好 咱们回顾一下for这几个常见的含义 第一个本意表示 打铁或锻造 第二个 建立某种联系 跟relationship alliance link 我们再加接触with就好了 最后一个 伪造 名词厌品 就是forgery 就好了 这几个都是挤舞动使用法 好 第十课生词短语 祝你很多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